守護台灣民主的風雨之路 是這樣子的密封 最近我相信所有國人朋友都已經注意到 台灣立法院正在處理 整個國會改革修法所引發的爭議 當然這過程裡頭引發社會各界 非常廣泛的關注跟強烈的反彈 而在這個過程裡頭 公民團體跟政治人物都展現了 對民主價值的堅持跟捍衛 無論是街頭的抗議行動 在近南路 青島東路 中山南路 還是在立法院內激烈的辯論 都展現出一場一場波澜壯闊的民主捍衛戰 而今天我們有看到非常關鍵性 6月21號 事實上從5月到6月 最近在台灣所發生一系列的事件當中 不難看出台灣的民主制度 所面臨到空前的挑戰 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首先在今天6月21號 青苗與藍英兩種力量的對決 兩種力量的對抗 因為立法院在一場內 對國會改革修法的覆議案當中 引發了台灣公民團體跟國民黨的對立行動 民間團體所發起的青鳥行動 跟國民黨的藍英行動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在雷雨中 堅守在立法院旁的民眾 無懼天氣惡劣 展現出對民主的執著跟堅持 相對之下 藍英行動在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到場的前後 人潮迅速地散去 凸顯了活動背後的動員問題 跟民眾支持度的態度的不同 而在此同時也看到 來自於台灣四面幫幫 公民力量的集結 經濟民主聯合等六個公民團體 他們舉行記者會 公開反對七大民主倒退法案 他們認為 這一些法案企圖恢復 威權統治下的不當條款 危害了新聞自由跟民主監督 他們希望台灣的公民 共同來面對 共同來抵制 這種跨組織的聯合行動 當然一方面展示了公民力量 強大的監督的制衡 跟守護民主的決心 當然也看到 整個在立法院6月21號 透過的唱票計票 還是確定 覆議案沒有辦法成功之後呢 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蘇巧慧 在臉書當就說了 看到立法院長韓國瑜 跟覆議院長的江啟成 在覆議案當中 投票的不當行為 完全違反了意識中立的原則 這個事情當中 當然提醒大家 在立法院裡頭的公平與中立 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 一旦遭到破壞之後 對於整個立法院的公信力 無非會造成非常嚴重的損害 而這次國民黨在 弊案現行活動中 他們設置的罷免牆 將奪為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列為罷免對象 對於這種針對性的政治攻擊 黃捷 他堅定的表態 他說會持續為高雄 為台灣未來奮鬥 他們的堅定的立場 無疑是對民主價值 有利的捍衛 他說高雄人 絕對不允許 立法委員這麼幹的 當然 在藍白兩黨 挟著人數優勢否決的 國會擴權負議案 民進黨團 包括了行政面 也隨即發表了最新聲明 他們決定向憲法法庭 申請示現 公民團體 包括了經濟民主聯合 他們呼籲公民 透過了各種合法的途徑 持續來監督國會 來確保台灣的民主價值 不被侵蚀 而這種司法途徑的選擇 也展現了民主制度 內部的自我修復 跟完善的任何任何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 在守護民主的風雨之路裡頭 其實立法院所展現的只是一部分 而未來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 每一位公民都感到驕傲 都感到自豪 但是這一次國會改革修法的爭議 其實不是改革 是立法委員的擴權 無論是在台北市青島東路 濟南路街頭的民眾的聚集 他們所呈現反對擴權的聲音 還是在議場內的辯論 其實都知道 台灣的民主制度在面臨到 任性與力量的挑戰 而這些事件的發生 也讓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 民主不是理所當然 而是需要 每一代每一代的人 不懈努力去維護跟捍衛 在今天的中午過後 突然之間再度雷雨交加 在雷雨中看到堅守的民眾 包括了來自於四面八方 所匯留的公民力量 他們不但沒有離開 還持續留在現場 而且他們勇敢發聲 面對這些立法委員 他們以行動證明 對民主的無畏跟執著 一是因為這股力量 讓我們看到了民主的希望 和未來 他們的勇氣跟堅持 提醒台灣每一個公民 無論環境多麼艱難 只要心中懷抱著信任 民主的價值 就依然會閃耀不滅 而在今天的6月21號 剛好是財訓50週年的 慶祝茶會當中 財訓傳媒的集團董事長 謝金可 他在這個慶祝茶會當中 特別強調 台灣的經濟韌性已成功 正是歷經了風雨飄遠了 年代之後 經過了不懈的努力 跟智慧的抉擇 所實現的 謝金可認為 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正是台灣經濟最差的時候 而在今天 台灣在半導體跟AI的產業上的 卓越表現 證明了 即便在兩岸關係緊張之下 只要堅強的內部的凝聚力 跟持續的創新動力 台灣依舊可以蓬勃發展的 謝金可的話 給了我們更深的啟示 但是台灣的未來 不僅僅取決於外部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 我們自身的努力跟堅持 在過去的風雨中 我們見證了台灣 從極權走向民主 從封閉走向開放 從保守走向包容 我們的產業結構 在全球化的浪潮當中 不斷地調整 AI趨勢更讓台灣成為世界的支柱 未來的路或許仍然經濟滿步 但是只要我們共同努力 風雨中的我們將彼此扶持 黑暗中我們將共同點燃希望之光 民主的守護之路 需要每一個台灣人的積極參與與付出 我們也相信 歷經過風雨洗禮的台灣民主 必將更加的堅韧而光輝燦爛 也必將因為守護台灣的民主 展現台灣人每一個人的責任 台灣因此更加屹立不搖 而這一切的一切 也正是我們對未來最深情的承諾 讓我們一起為了台灣民主 風雨無阻 勇往直前 小君超恩Plus 持續和你一起加油 守護台灣 小君姐 在台北市 濟南路 青島東路 中小東路的現場 為你所做的現場報道